2023年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一起业余探险队在苏格拉尼斯湖举行集会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探寻传说中的尼斯湖水怪 这次活动由尼斯湖中西与尼斯湖探险志愿者共同组织 被称为50年来规模最大的尼斯湖水怪考察活动 尼斯湖中心表示 研究人员将尝试使用热成像无人机 红外摄像机和水下声纳探测器来探寻尼斯湖水怪 并探测湖水中一些可疑的声音 同时志愿者们还将从船上和湖岸扫描整个水面 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可以一同加入网络摄像头的搜寻活动 然而尼斯湖中心的工作人员艾文·麦克纳却表示 此次行动的目的并不在于一定要揭示出这个谜团的真相 实际上使教育意义大于研究意义 更多的是为了激励新一代尼斯湖水怪爱好者 通俗点说就是赶紧他妈来游客呀 老子都要喝西北风了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外媒 尼斯湖水怪的传闻和目击记录 已经在历史上持续了上千年 千年以来尼斯湖水怪爱好者们至始至终都相信 确实有某种类型的未知生物 潜伏在尼斯湖黑暗幽深的湖面之下 关于尼斯湖水怪是否存在 我暂且持保留态度 但令我好奇的是 尼斯湖水怪为什么是蛇进龙的形象呢 这可能得从头说起来 早在现代社会开始对尼斯湖水怪感兴趣之前 人们就发现了该地区一种奇怪生物的结果 公元一世纪的网马人 来到苏格兰时 发现了原住民皮克特人制作的浮雕 网马人可以识别出大部分浮雕中的动物 但其中有一只动物无法解释 它有着鳍状值和长长的绘 这块浮雕被原住民描述为游泳的大象 可是这种生物的姿势明显是漂浮着的 所以有些人据此认为 这块浮雕雕刻的正是尼斯湖水怪 这个网站记录了公元565年 一直到今年4月的上千起尼斯湖水怪目击事件 我翻开个早年间的一批记录 发现早期的尼斯湖水怪并不只有蛇进龙形象 还有很多其他的形象 比如熔原型 驼峰型 甚至还有陆地生物的描述 而蛇进龙形象的描述 集中在上世纪的中后夜 这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 它是第一张尼斯湖水怪的照片 或许是画质过于模糊 从这张照片中提取不到有价值的信息 所以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感 但是次年拍摄的这张照片 相信所有人都有印象 看过的但不扣个一 它被称为外科医生的照片 是最著名的尼斯湖水怪照片 1934年4月21日 威尔逊医生将这张照片发布后 尼斯湖水怪开始以一种飞跃式的速度 进入公众视野 虽然在1994年 拍摄者交代了摆拍的事实 结果这只是一个放在服务顶上的玩具 但这个探出水面的造型 彻底让蛇进龙形象成为一个尼斯湖水怪的代表 同时也引起了无数的探讨与证捆 其实不难看出 这张照片的物体大小并不大 所以有人提出 这可能就是某种动物的一部分身体 至于水下是什么样 肯定不是这张图的样子就是了 仅凭一张照片 显然不足以完善尼斯湖水怪的形象 但在这张照片的影响下 尼斯湖水怪也吸引了一个各路的专业学者 为什么说2023年8月的考察活动 是近5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呢 因为在上世纪的70年代 有一次更为详尽的考察 这次考察 又让尼斯湖水怪的蛇进龙形象 上升了一个台阶 在1972年和1975年 美国应用科学院的研究员和律师 罗伯特·莱恩斯 对尼斯湖厄克特湾一带展开了调查 特别利用水下摄影机 拍摄了一组 在他们认为可能是尼斯湖水怪的照片 其中包括所谓的旗状纸 头部和前半身 并通过声纳 测定了尼斯湖水怪的体型 在6.5米左右 之后 莱恩斯和被授予绝世头衔的英国鸟类学家斯科特 根据两次水下考察的照片 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将尼斯湖水怪的学名 定为尼斯灵奇龙 意味欲有零形旗状纸的尼斯湖爬行动 仅仅依据一些不清晰的水下照片 就草率地为一种 甚至无法判断其是否真实存在的动物 进行科学命名 可见 即使是老牌学术旗干 在当年也未免有犯迷糊的时候 文文一经发出 立刻引发了世界相关领域学者的质疑 首先 1972年拍摄的所谓旗状纸照片 并不是原图 原始照片中 只能看到中央有一道清晰的凸起 周围隐约形成一个菱形 但从后续发表的照片而言 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PS还没诞生的时代 这张图经过怎样的处理 我们暂且不知 而且图片上所谓的旗 并不像是一个游泳中起到推动的器官 因为一个具备这种功能的旗 前缘应该是硬的 而不是像照片上显示的 这样软的 其他的照片也抽马了疑问 比如这个拍摄于1975年 号称是水怪头部的照片 曾在此次考察中 协助过莱恩斯的迪克雷诺 在1976年雇佣了潜水员 前往厄格特湾水下 结果发现 湖水的实际深度 和两次水下考察得出的结论 并不相吻合 测量深度和实际深度 有较大的出入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 水怪的头部照片 实际上是摄像机 在湖底滚动而拍摄到的奇异石头 随后 形态非常类似水怪头部照片的梦桩 在这一区域的湖底被发现 至于这张1972年的 声纳考察图表 虽然有大量 参与这次考察的科学家 进行了标注 但后续研究发现 当年的声纳位置放置 以及测量方式 都有一定的错误 使得这张图表的准确性 大大降低 无论如何 在这次考察行动的助长下 尼斯污水怪的蛇进攻形象 在社会中走向了流行 同时 远古生物幸存 也成为了当时科幻小说 和电影的常用主题 直到如今 尼斯污水怪也围绕着蛇炯的形象 进行艺术创作 许多人认为 进入新世界 像这种神秘生物就销声匿迹了 其实不然 尼斯污水怪的目击报告 在新世界不仅丝毫没有减少 反而因为摄像设备 与供应设备的发展 变得更多起来 每年都有许多爱好者 在网络上 通过架设在尼斯污边的监控摄像机 拍摄下水怪照片 至于为什么我们很少见到相关照片 那是因为主流媒体 已经不怎么报道这些鸡毛蒜皮的新闻了 其实在2019年 一项关于尼斯污水怪DNA的分析 就将尼斯污水怪的传说 拉回了人们的视野 由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遗传学家 尼尔梅格尔教授 所领导的国际研究小组 从尼斯污的湖水中 收集来自不同深度的水样 通过对湖水中所含动物DNA的种类 进行分析 来确定尼斯污中生存的动物种类 进而推断尼斯污水怪的真神 对水样进行研究之后 研究人员没有发现 鲨鱼、鲮鱼或鲜鱼的DNA系列 这排除了湖中大型外来鱼的可能性 而尼斯污周围的一些物生物种的DNA 则都包含在水样中 包括欢、兔子、田鼠和不同的鸟类 绵羊、牛、狗和人类的DNA 也一并在水样中被发现 接着克里斯特在2019年 写了一篇关于这项研究的文章 揭示了尼斯污中 生物多样性的许多详细信息 并排除了湖中存在任何巨大生物 或使鲜动物的可能性 在这项研究中 他们强调 它量最多的就是鲨鱼DNA 几乎可以占到 所有环境DNA组分的90% 因而研究人员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中日出 他们在水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鲨鱼DNA 推测尼斯污水怪很可能就是巨型鲨鱼 但目前尚不清楚 尼斯污水怪到底是一条巨大的鲨鱼 还是很多小鲨鱼所组成的巨大群组 尽管这个结果看起来很有说服力 但欧洲有史以来捕获的最大蛮鱼 仅中12宝 与传闻中尼斯污水怪的体型 实在相距甚远 而且这次研究有一大披露 尼斯污中侵袭着水塔 可是此次考察 并未在湖水中发现水塔的ENA 那么为什么尼斯污水怪的神话 还会继续存在呢 其实人们在尼斯污目击到的神秘现象 背后有着五花八门的河给解释 范围从恶泽剧到雾人 再到人们对于自己 期望看到的某些场景的特别注意力 当人们期望看到某些东西时 他们就会对自己看到的 无法解释的东西 关于这样的定义 最早的时候 人们看到的水怪 往往只是水面上 露出的一些驼风 或者身体的一部分 最常见的描述 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一个巨大的圆形物体 就像一艘轻浮的船 或是拍上一行的几个龙起 亦或是水面上 突然出现了长模子和驼背 也许一些人确实在尼斯湖 见到过某些 还未被科学界所认知的生物 而另外一些人 所见到的 不过是水面的震荡 巨大的鱼 或简单的漂浮数字 我们无法对如此多 且复杂的尼斯湖水怪目击世界 进行简单的轨历 但从长远来说 尼斯湖水怪的传闻经久不衰 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是有益的 它是一种持久性的吸引力 吉尔克里斯特说 我认为 人们对许多神秘生物 有着持久的兴趣 这种神秘感 在人类历史中 是一脉相承的 人们总是希望 找到一些稀有 或特别的东西 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所以 人们在尼斯湖 到底看到了什么 就成为了一个 非常复杂的问题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流了 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还请多多点赞支持一下哦 我是尼斯湖 下期见